呃 大家好 我是小江 一个南港链在 我现在的话是在河北 张家口上亿县城 昨天晚上的话睡的还是活矣的 现在都上午11点了 刚醒来没多久啊 昨天晚上确实睡的挺久的 一点多睡 今天天气还挺热的 这会儿27度 哇 刚才老板的话就在睡觉了 所以先往这里吧 这里有那个 大同高刀面 就是那个 沙瓜面 那个是有土豆粉 等一下 尖椒肉丝炒面了 这份量蛮大的 还这个值得习惯吗 今天的话往那个张北线走 吃沙瓜面 这个面的话比刀椒面要小一点 比较细一点呢 口感是一样的 在后面吃了 一份那个尖椒肉丝炒面 消费13 但是先付款后吃饭 在后面都是消费了45元 总的一堆 我没买菜 最大买菜了 这边没看到什么 卖羊肉的 我想弄个羊肉火火去 我打得帅 我那么快 前面27公里油阵 实在不闲的话去 镇上看一下 我看吧 这边还在打造一个公园 这边还有马肉馆 什么情况 马肉 第一次见了 那边有个旅肉馆 那是应该是饭店 给大家看看吧 这是他们的汽车站 弄开停霸气的 还有五星火气 好像 好像个学校一样 哇的天 确实 比一些城市的弄得还好 这里丰力发电为主啊 这边大风车不知道了得多 这里的话有个露营公园 什么情况 那我去看一下吧 这位置处于风口的位置 漫山变的大风车 你看那里吧 那边有一个特色的房子 那个是不是搞露营的 可能是吧 那可能是要住宿 风大两份 你这地方风太大了 这哪里是什么路 好 装备 好漂亮 那是宫殿还是 寺庙弄得好好看 花儿台 原来是个村子 哇靠 这里有个寺庙旁边的那个后车厅 这个不错 这么可以搭档吗 佛门镜头乱点广告 当心献报 我的道理 离马路太近了 有点吵吧 那边有个停车场的 什么情况这边后车厅怎么多放下面的 怎么还小了 怎么大一点的话还行 给大家看 那边是蛮景镇 去镇城看一看吧 偏离国道的 前面还一个镇也是偏离国道的 我 不是开玩笑吗 就这样的 这个镇啥都没有啊 这个地方虽然说小 我还以为有卖菜的 没想到没有 还只能继续出发了 前面还一个镇 应该也没有卖菜的 只能到现场了 还有40来公里就到了 看来我错了 和那个村子过来 一公里吧 反正是几百米 这边有卖东西的 看一下 这买点东西 老板娘说有羊肉 照她拿出来下 刚刚后面买了一瓶 这个营养快先喝点吧 那里面的话没什么好买的 刚老板娘拿出来 那个是羊肉卷 那玩意是别人搅料啊 没法搞没法搞 打算去县城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羊肉饭馆的 去吃点 给大家看吧 风车的数量太惊人了 这个风车听说一千多万一个 太奢侈了吧 看什么是草原天鹿 我终于体会到了 我家电网 那玩意的效率还蛮高的 说明这边风比较大 如果在外面打帐篷的话 绝对要怀疑人生 这是草原 给大家看看吧 用这个张北界了 你看到这个张志 我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看一下县城一份 和适的挂笔酒店 如果和适的话想多待几天 你看远处的大红车 哇 这边有人开车在这里钓鱼啊 这是什么地方啊 怎么还得鱼塘啊 这个鱼塘钓鱼的好地方 看吧这个鱼塘 哇这个面积 钓鱼的好地方啊 搞得我都想钓一钓 真的 太脆了 哇这个地方确实钓鱼的好地方 这边还已经挖掉了 这边好像有个房子 这边好像有个房子 看一下吧 距离马路还挺近的 里面咋样的 哇 里面好像可以 看一下 里面还挺干净的 闯门了的 天路一扇 原来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草原天路 现在来到了这个县城外面了 这边都是修车的 大车啥的 看着我的笑 这边边 给大家看吧 那边有个龙帽皮革市场 我在那个 上一线我都没看到龙帽市场 所以的话没买菜 哇 这边有个购物广场 三溪一绝 因为离三溪比较近 三溪老板在这里 做上一 冰果 你看吧那个酒店的话那个都要140 有点贵 买到了县城的里面了 这个县城感觉比那个 商议要稍微大一点点吧 看吧那边有个龙帽城 卖东西的特别多 这地方还挺热的 特别炒啊 牛 羊 头蹄 那边还有牛羊肉 草原 鲜羊肉 哦在那里买算了 那买单 我买不动 我只买小块的 那边应该买小块的吧 这边还烧烤之类的 泪蒙 牛羊肉 龙帽城 牛羊肉 驴肉都有啊 哦还有 还吐褼啊 那万一太吵了 这个可爱 哇 这个是羊肉 隔个一两斤 那个肉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是羊头 刚才买了55块羊肉 一斤多 还可以 还可以 再买点菜吧 哇 这里有个容貌城 具体看一下 这里面够大的 太大了 看一下有没有香菜 这边还弄得挺好的 还分类的 哎 我一进来就有人叫老板 要不要买菜 有一种小时候逛菜市场的感觉 反正又买了2万钱香菜 刚才又在里面整了一包这个料 调料 回去了 回去了 买的够多了 那里面真的是太大了 别有冬天啊 饿了吗 我这卖菜的是真的太热闹了 这个县城确实热闹 这边也卖西瓜的 对 这个西瓜看起来可以 城管都买菜了 这里到处是卖小电动的 这个地方热闹 确实热闹 这个县城听说有30多万人 这个地方热闹 无生活气息 进来了 房间在外楼 哎 房间大小的话 一般般的 就这么回事 这是一个酒店吧 刚才挺麻烦的 就是我那个房间呢 送一张那个品馆 他那个电脑上没给我退 哎 刚才老板先让我先住吧 晚一点打电话给我过去登记吧 哎 那个老板还是睡觉 估计我看 真的是服务了 哎 没办法 在二楼 七十九 这个价格的话 跟网上的话几乎差不多 把东西弄上来 目前的话还是比较安静 我这个羊肉的话 一看 并没有很多 可以一斤多吧 一斤半55块 价位的话怎么样 香菜这个话 在那个潮湿整了一包底料 好 这还有这个呢 可以 先把这个羊肉给它弄一下 我靠 看起来还可以 比较的瘦 怎么这么硬的 这个皮怎么这么 难弄啊 香啊 这闻着好香 这个瘦肉的话 倒是比较好切 那个好像是那个筋吧 还啥的 我看别人用刀都比较费劲 我这个刀不快 要磨一下 给大家看吧 刚好两碗 一斤半 把这个给它洗一下吧 这个里面是啥玩意 看一下 哇 只不放一包就差不多了 反正外的火锅料给它 给煮开就行了 哎呀 凉肉 高里头 靠 这边还有一碗呢 太多了吧 我的天 太多了 满满一锅 火稍微大一点吧 给它盖上 给它盖上 整一包真的玩意进去 先整一点差不多了 不知道好不好吃 哎呀 给它整一点香菜 哎呀可以了 没想到这一包还不来够啊 还不够咸 应该差不多吧 兄弟们 开饭了 我就吃这个就行的 哎 一斤半的羊肉 我靠好重啊 55块 相当于 三十六七块一斤吧 那钱的贵不贵 还可以吧 没有那补硬啊 还行还行 找这个小料的话 一般吧 当然没有饭店做的好吃 就比较随意 就是半包那个底料吧 摘一包那个调料 不要不要这么一点 还行啊 没什么不硬 羊肉的话 还自己买划算 哎 太重了 手痛了 弄个桌子过来 这里刚好有个桌子 这样就好了 一个凳子啊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 明天有雷震雨啊 而且降水量比较明显 我估计明天可能走不了 明天如果下雨的话 肯定是在这里再挺一点啊 没办法 下雨的话还是少找啊 真的太危险 从昨天晚上开始感觉有点热 昨天晚上盖那个被子的话 都有点 出汗 但到了早上就好了 早上的温度就刚好了 可能被子有点厚吧 他这边很多宾馆 他都是没有那个什么 空调的 可能是这边下去没有凉快 所以都没这么空调 最近还是有人是吧 说你 不能吃苦的 这个那个的 你舒服了是不是 有人实际就舒服了是不是 不愿意吃苦了 我说过了我不喜欢吃苦的 天天避免我吃苦 你看我的视频就知道 刚开始的时候 一个月的空调房 路上的话 是吧 太热了 空调房 太冷了 暖气房 是吧 冬天在南方 夏天就高热 我这次能吃苦的 肯定不能吃苦 现在之所以不能吃苦了 不是因为 实力 太多了 而是没什么实力 才没有必要吃苦 就像很多人打工一样是吧 你打工一个月工资三千五是吧 那你肯定不想吃苦吗 如果你工资特别高的话 是吧 那你肯定觉得值得 就这么回事吧 反正都是差不多了 就是人的话 没必要太拼命 真的 过好当下就行了 如果想累个妹子 其实我的话 还是 根基于心理 什么样是吧 我都比较 我是比较挑剔的 没有什么合适的那种 被吸防好的录音地 我是不会录音的 除非特殊情况 没办法了 没必要非得制造苦吃 真的 说句实在话 这个旅行自媒体是吧 你在什么周上 你一年下来 又能存多少 是不是 大部分人都负债 是不是 本来这个万一 消费就高 你别说你 下馆子干嘛 做宾馆 这不是高消费 真路上的损耗 然后装备的补给更新啥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高消费 就是投资比较大嘛 最近看到是吧 说这个人不能坚持 那个人不能吃苦的 说的好像你要赞助他一样 是不是 有这种脱风难话的人特别糟 说那个人不能坚持是因为那 是不是 我相信如果一天一天有个一两千块 是吧 我相信大致上的 基本上所有人都能坚持吧 是不是 但现在是没必要那么折腾 是不是 量力而为嘛 大多数人都是看你笑话的 哪怕你拼的 你挂在路上你如何是不是 还不如自己舒服一点的 我一般的话不会管那么多风凉话 真的 就是不喜欢你的人是吧 就好像你载个女的一样 不喜欢你 你再怎么费劲 都没有用 这个大块羊肉吃得过瘾了 真的 比饭店 舒服多了 如果一个人讨厌你是吧 不管什么时候他有 都有借口 不管你怎么做他都有借口 来攻击你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必要放在心上 再放在心上的话 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你拼的命又如何 你做的再好又如何 在这些人眼里你啥都不是 做人应该潇洒一点 真的 跟着心走吧 是不是 像那些整天对我唧唧歪歪的 冷暴烧热讽的 对我假装关心的 那些人 我真的是鸟 我都不鸟他的 真的 根本就不理他的 看都不看 今天又是 非常奥利给的一天